而另外这起社会案例还要来关键是新北市三重的一名男童 在今年九月份国小开学时候因为没有入学 校方因此通报了教育局还有新北市警方 而经过调查之后找到男童生父 这才知道原来男童小在婴儿时期就已经死亡了 根据男童生父黄姓男子说了 说男童他在三个月大的时候已经过世 换句话说已经死亡六年之久 但是直到去年底这黄姓男子才把男婴埋尸在吉隆山区 这么多年来这男子不但是没有替儿子来办理后事 反而就把尸体装在行李袋中一直带在身边 好虽然男子说了当年这儿子是因为义奶而身亡 再加上他自己又是通妻犯身份才会没有报案 但是由于他说此反复再加上是有诸多疑点 因此遭到法院积押近见 至于男婴的生母则是遭到了限制住居 究竟有没有参与涉案也要进一步厘清 专案小组来到了山山树林里 这回要找的是已经死亡多时的婴儿骨骸 就怕会受伤警方还得要戴手套才行 这回跟他们一起回到气势现场 这名金发的黑衣男就是男婴的生父 31岁黄姓男子 全之随会曝光呢 就是因为死者已经向小学一年级的 却迟迟没有在学校来献身 经过消防通报警方斜寻之下 找到了他的生父还有生母 9月22号在台中找到黄姓男子 一开始说小孩给朋友养却交代不清 这个朋友到底是谁 警方觉得诡异 怀疑小孩遭遇不测 才跟他说就算死了 也要让小孩入土为安 他才愿意吐露实情 隔天清晨带警察一起上山 约两个小时就找到尸骨 黄姓男子是一名炸旗通气犯 警方调查他孩子的生母 结婚前就生下死者 公称有一天起床 大约三个月大的儿子就死了 但迟迟没有通报 把他装进黑色蹄带 只要搬家都会随身带着 等于整整半师六年 一直到去年才决定把小孩带上山 生父遭到收押 而生母也知情被限制住居 虽然生父和生母都公称 不知道小孩是怎么死的 也让警方怀疑死因不单纯 还得看25号下午的解剖 才能进一步理清 这五星人林俊廷新美式报道 新美式三重的气阴案教育局 询问了三十岁的杨姓生母时 他称说孩子会到学校上课 不如今面对案件避而不谈 社会局还发现 家属曾经领过男婴零到两岁的育儿津贴 不排除有诈领的嫌疑 而警方在身上的十楼旋 男婴的遗体前 曾经到土地宫拜拜 三十一岁的黄姓生父也有到场 这冥冥之中有了神明的帮忙 戳破了这对狠心父母的谎言 新北山重气阴案 三十岁杨姓生母面对案件避而不谈 不过他明知小孩早在六年前 就已经死亡 在今年五月还办理小姨姓生 线上报道涉嫌未找文书 整起事件 一点满满新北市社会局也证实 家属有请领过男婴零到两岁的育儿津贴 不排除有诈领嫌疑 据了解男婴的生父生母 在106年11月生下男婴 并在107年4月结婚 108年12月离婚 这对夫妻两总共生下四个孩子 死亡的男婴排行第二 上面还有一个哥哥 都是在父母亲未婚前生下 而婚后夫妻两又生下两个弟弟 当初三重警方带着这个黄姓生父 来寻找男婴的时候 就在这个基隆市的这个大甘岭土地公庙 是先来拜拜 31岁黄姓生父穿着蓝色假脚脱 在土地公前站在第一排双手和时 有了神明的帮忙冥冥之中 也戳破了这对狠心父母的谎言 记得众好报道